来关心新北市万里下午发生的火警 虽然火势很快被扑灭 但是女屋主的儿子伤势严重 呈身有82%以上的烫伤 人被送往医院救治 治疗解火警之随发生 原来是女屋主儿子长期失业 跟妈妈要钱不成 奋儿脱了三桶瓦斯在屋内点燃 这是我们掌握到的现场实况